欢迎您来到优美食主厨密集分享 好了那接下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最精彩的环节啊 那就是曾老师最出名的18秒拆机真功夫 那我们镜头转给曾老师 你好 基本上基本上呢 其实是熟能生巧 因为呢你试得多做得多 自然呢自然呢就会做得很好 现在我们要告诉你大概呢 很快做一个机 我们今天这是特别的荣幸啊 可以在这个云端现场直播 曾老师看直播拆机手法啊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特别 基本上我们呢 为什么我鼓励各位在家里自己去开机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到外面去买那个新鲜鸡呢 或者鸡呢 比较如果买鸡葱肉 或者鸡腿肉的话很贵 但是呢又浪费掉那个鸡的骨头 拿来做上汤 高汤 所以呢我在家里呢鼓励 第一省钱 你们各位教友跟朋友 省了钱呢 可以多一点钱给教会 就更好了吧 是吧 所以我们呢告诉你怎么样 第一 我们希望能够18秒之内 等你去开 哇 我们事物以待 我们要看看时间啊 我说321 你就立刻呢 好我们这记着时 我给您记着时啊 观众朋友们 3 321 1 住 做好了 哇 真的是18秒 我这里有记着时啊 真的是18秒 每块每一个都可以呢 你到市面上 你买这个很贵 是吧 你买这个更贵 所以我在这 还有呢 这个呢 可以做汤 所以呢 一点都不会浪费 这样好呢 就这样 这个鸡呢 一下 立刻 这个呢 在市面上 4块9毛9 4块9毛9 就这么简单 所以呢 切的时候 吃薄片 也可以 所以刀一定要很努力 你看 你看 吃薄片 你看 哇 真的是 晶莹剔透的薄啊 观众朋友们仔细看一看啊 真的是非常的晶莹剔透 很简单 很简单 基本上 曾老师说很简单 可是我们观众朋友们在电视机面前我觉得就看傻了 这个也太快了吧 这个是我们不能做的 其实最重要就是练习练习 那是不是要找准他的部位 然后按照他的部位去这样练习 所以我根本不用讲的 我就问每个部位的那个那个关节在哪里 我完全知道 因为我开了大概几十万个鸡 十万个鸡